嗨 伙伴们好 无动手跑步 博尔特的美洲斯 Puma的Hybrid Astro 混合动 那混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它适合大群众入门跑着 正常主动或者偏高主动的 第二个对重量不明 第三你要好看 而且你希望能克 无数一致的 因为满大街都是公子和三条杠 但你走在这里 哎呀 这个美洲斯是不是很难做 相似的鞋盘 Otra Boost Bank 它的重量332克 所以我承认说 对重量不敏感 那你可以考虑 如果你可以重量敏感一下 这个鞋子那不就一斤锅了吗 对吧 核心科技 Hybrid或核用 这两种都是Puma的核心科技 你看这一部分 它把这两种材质 给你合在一起 然后我提供给你一种顾客的一个感 弹性和稳定性混质在一起 对于这是它的第一个 它的鞋面 BBOG Nike叫Flight Init的意思就是 这种是真理的方式 从实际的体验上面来讲 它没有Nike的Flight 那么的空气 那么的舒适 它就接近这个真智的核带续绑部的一个混合 中体的满 那我一点好 空气度是不怎么好的 稳定性 它后供使用了单独的TPU 后跟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为什么我说 正常主动或者高主动的核半性 是因为 这一步它没有做出特的主动支撑耐用 前掌外地都使用了橡胶的核杆 适合人听 大体重的入门跑车正常平衡 或者偏高 对重量或敏感 好看 有测 如果这些条件不符合 在微博上有一个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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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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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